这个别名叫做台湾黄柏 那个柏我一直想不起来要怎么写 然后它跟我们过去的泰雅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我们泰雅语叫做黑柏 那黑柏的意思就是黄色 黄色或是金黄色的意思 因为它的皮非常 就是我们就稍微削一点 有没有 它是金黄色的你看 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药物植用 那个药这个药物植物 药用植物 那假如说部落这边 过去的这个医疗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完全没有 所以拉肚子或是气管盐 都要用这个来煮汤 来喝它的那个汤的话 气管盐或是拉肚子就是内服的部分煮汤 然后呢我们也会晒干 晒干磨成粉的时候它也可以消炎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这个消炎的作用 所以我们每户人家都有附近 都一定会种这个黑柏 那是因为如果说 那自己家里的孩子生病的话 就比较很容易取得 那不用再去跑到山里面 就直接到家的外面 去拿去消个一块 去消个一块 然后煮汤的时候 就按照那个分量的部分的话 马上就会好 所以它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部分的消炎 然后就像胃痛啊 那个下痢啊 或是气管盐 这个非常的大 对对对 非常的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